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吃饭 恒阳有什么好吃的 小吃 你觉得什么好吃的 蛤 不会吧 我满心期待 满心欢喜 我还觉得满心好 那恒阳有什么特色美食 特色美食 就有一个上了那个 世界上的中国 粉吗 就是粉 就粉啊 鱼粉 鱼粉啊 晚上去那个中山北路 小吃全部在那边 就是这边的话小吃是晚上才开的 哎 我这样子的 各位 我们今天由早上开始 锁粉锁鱼人 当地的美食 在鱼粉 应该在这边 鸿箱北路当中都少有名气 是否最正宗 是否最老店 我不敢说 但是一路以来 都是国亦不主 有些人进去吃东西 鱼粉很好吃的 这里 有点 我欢迎吃这个店 真店之宝 对 三碗粉 三条油条 33元 这个店都开了 十多年了 十一年了 以前我看小鱼人 的时候我看小鱼人 的我就是大鱼人 都没有大鱼人 或是会大鱼人 那边这个年轻人 像大鱼人 都是多鱼人 而且大家手上都会有鱼盆店 那这个家是做的最好 那我试过这么多家 是比较不错的 看今天是最好的 因为鱼盆这种东西 是你们当地的一种 对对对 我们这边的人都比较常吃鱼盆 而且很多外地的人 在外地工作的人 都会从家在那边 担鱼盆过去 然后现在还有 有些人在淘宝店上 卖我们的班写鱼盆 我们下期看 看看这一面 感觉很豐富 其实它的粉又小 会比较软和滑一点 但是我觉得 粉并不是这家店的精华 我认为鱼盆湯 才是它店的灵魂 很多鱼的粉 但汤很浓 这种感觉 如果我们必在这里用三十八鲜一碗 这里有十鲜一碗 蒜� flaming Kenji itself 每天都有9-8碗 牛 gros pros 整餐也讨用 试完后,用清水浪浪 这个细节的东西 保证出品 有鱼的鲜味 鱼的浓味 辣椒的野味 很棒 调味料的感觉肯定会有 我说少了,鱼也很好吃 一点也不腥 今天到来恒阳的进步行 很集中的,有很多食物 茶饮 我们今天要吃一样叫鲁粉 有很多朋友说回来恒阳这边一定要吃地道的鲁粉 为什么那些麻子和酸醇 都是很有记忆而思的回忆 但是这边有不少鲁粉 我们选了这一家地道煎鲁粉 这个算早餐吗? 还是午餐? 我们这个鲁粉一般都是 全天都可以用的 早餐我们吃过鱼粉 现在吃一下鲁粉 好不好 试一下 有人说你们这家的马子很多 是吧? 我们算还好 这个早餐都比较丰富 汤底是什么汤底 我们是放的那个卤水 卤水 点点辣椒 点点辣 对,牛肉是牛肉 当地人喜欢吃的我们就试一试 你要不要那些配菜啊? 这是自己家的吗? 嗯,这都是自己家的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盖兰头丝 盖兰 盖兰头 对对对,你说得很好 鲜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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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豆角 加一点 酸酸酸酸酸酸 吃一下鲜兰头 他们都说鲜兰头 鲜兰头 鲜兰是你们恒阳当地传统的小吃还是什么? 还好吧 不是传统的 吃了多少年了? 从小吃到鲜兰 那还不是传统 鲜兰肠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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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 老粉 吃了很多 老粉 老粉 是家乡的回忆 所以我们一定要试一试老粉 并不是这家最好吃的老粉 我们也希望 如果是在恒阳 老粉 可能要试一试 因为他们经常吃的东西 老粉 其实是脱胎于桂林米粉 所以我们刚才看到的配料 有锅烧的 锅烧 一问一问 原来和桂林米粉是很有渊源的 试试 锅烧的味道很香 很香 猪油 但是 老汁是不同的 老汁的味道不太酸 不太粗 不太臭 那些是特色的 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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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酸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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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丝汉,有一家比较地道的老衡羊口味馆 试一试,正餐来的 那个磨用来干嘛? 磨豆腐 每天都磨吗? 每天都磨,你现在还在做 那豆腐应该是这边比较好吃的 对对对 这位师傅做豆腐应该做了很久 你看,这做了50年了 师傅你做豆腐做了50多年? 50年,3年 我们这个小炒肉,给它小餐的大概是一样,19块 哇,19块? 对 哇,可以可以可以 华菜没有肯定是我们的店餐 炒菜,炒菜好不好 看见店的有那个油好不好 对,现在有一个我们的豆腐 豆腐,豆腐 上面是糖子 下面是糖,对 太胖了,刚刚出来了 哈哈哈哈 好硬 这个是我们自己炸的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米片子 米片子这个也是吗? 这个叫红薯片 红薯片 对 这个叫米片子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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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碗饭是导演的 这一匙才是我的 没有办法 吃双菜 你不找一些饭菜是不行的 那我们试试一下豆腐 既然他刚才都已经和豆腐自己磨了 超过50年的时间做这个豆腐 好吃吗? 50年了 不是这个豆腐50年 是我师傅做的 哈哈哈哈 好吃 好吃吗? 嗯 它有老豆腐的味道 很浓 但它的质感比较滑 但这个是挺有趣的 嗯 刚才说的 味道偏淡 喂 这个我可以送饭了 这个可以试无记得送饭 哇 汁酱油够多 淡淡滑 又够滑 又够滑 舒服 花生苗 嗯 广东也有花生苗 但是 这里的花生苗好像比较嫩 很脆 这些比较嫩 它有花生味 很棒 虽然它切得很碎 它不爽 但是它更辣 更香 辣 但是 你咬到肉 咬到汁出来的时候 都算是有肉汁 即是鸡汁 那种感觉 很粗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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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定是粗糟 很脆 很香 很脆 它是便饰的 辣椒比较高 和豆腐的味道 味道比较高 你喜欢吃这两个? 我也是喜欢吃这两个 所以我不是说你喜欢吃这两个 刚才点给你两个吃吗? 他们两个吃贵人 他们两个吃不惯 吃不惯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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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真是不好意思 进步行 这里是市府路小吃街 其实不远的 这一片区都是做小吃的 但是那边 并不是全部都开了 来到这一边 无论你说是做游客生意 也好 还是做本地居民生意 也好 这边也是不开的 这个已经是来到中午的1点多 都不开 但是可能他们晚上才开 但是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晚上 并不可以逗留太久 所以有点失望 眼见所及的粉是比较多的 本来想着衡羊 整餐以外可以吃小吃 但是找不到 那么 问回地胆 湖南的朋友小明 他说 没有啊 衡羊就是吃粉的天堂 没办法了 欢迎吃粉的天堂 这条街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吃粉的 这一家也是老字号来的 我们早餐吃了鱼面 鱼粉 中午吃了鱼粉 然后吃鱼骨粉 各位 一碗鱼骨粉 开了多久啊? 这边 你也不知道啊? 哦,这里有写1989年 哇 嘗嘗 鱼骨粉 又细 爽滑 一口汤 又不会很淡 轻轻都很浓 但是会不会放了些味料 我想应该是 可能放了些滤水 当然 大部分的食材都是猪骨汤的 这些粉 真的很有自己的特色 虽然不是自己做的 我现在试试吃鱼骨骨 现在试试吃鱼骨骨 嗯 很爽 哇,很爽 哇,很棒 它不是清爽的 它是有老汁的味道 哇 那种是很爽的 味道不错 汁油始至终拌 Audion 因为我现在没有加辣椒 但它有很多配料任君选择 想清淡一点也可以 想辣点也可以 小吃我们真的找不到 其实粉太多 早餐吃到晚餐都沒問題 土家菜和索粉都沒問題 小食就不會太有趣 小食的街道還沒開門 要晚餐才能開門 可惜,因為時間比較倉促 我們只有半天的時間 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下次再來 所以你們希望可以去到不同的平台 關注我們,然後到下方評論 告訴我們,還有什麼好吃的 我們下次抽時間,專門再去 好嗎? 這裡是檳城機,我是嘉昕 下次再和大家吃好東西